这个女人的丈夫常年不在家,让她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寂寞,趁着深夜就闯进了光棍的房间。 她叫春草,是梨花村的村长,她泼辣能干又孝顺,不仅每天要管理着村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女儿月季,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养风人老马的出现,打破了一切瓶颈,因为这里梨花盛开,非常适合养风,所以老马希望春草能够批准她留在这里放风。 春草见老马是个老实人,没有多犹豫直接就答应了,没想到他们最后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而春草的婆婆心里整天想着啥时候能抱上孙子,她死也能瞑目了。 可春草的丈夫德才外出打工,常年不回来,又怎么能换上孩子? 于是婆婆就劝春草,没事抽空去城里找德才住上几天,说不定一下就缓上了呢。 婆婆的话让春草陷入了沉思,而老马虽然刚来不久,但她却十分佩服春草。 一个女人竟然这么能干,让她真的很吃惊。 殊不知这里强壮的男人大多数都出去打工了, 留下的女人不能干,又怎么行? 毕竟尚有老下有小,不像老马四海为家,哪有花蜜她就去哪儿。 为了感激春草的帮忙,老马还送给她一瓶上等的蜂蜜。 闲暇时,还向春草传授兽养蜂的经验, 还说蜂香里不能有两个蜂王,否则就要发生战争。 就像人一样,舍掉的和得到的,谁也说不清楚。 老马的话让春草陷入了沉思,让她想到和丈夫的事又该何去何从呢? 当婆婆得知老马送春草蜂蜜时,就叮嘱她,得财不在家,少跟别的男人来往。 可这时老马又前来打水,因为老马没有用过这样的水井,春草只能上前帮忙。 可婆婆看见了这一幕,心里却感觉不太舒服。 老马感觉春草每天这样打水太过辛苦,她就想把水泵给修好。 此时此刻,春草看着老马,却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愫。 而婆婆又唠叨她们话太多,春草也只能答应以后和她少说话。 可老马又主动上门帮忙修水泵,这回他们并没有过多言语,而是眼神上的交流。 这一幕又让婆婆看在了眼里。 当水泵刚修好,婆婆就出来把老马给支走了,生怕春草被勾了去。 面对这样的婆婆,春草也只能登门道谢,顺便再让老马帮她写一封信。 也并不是她不会写,而是让老马照着抄一遍。 老马也能看出春草的无奈,就没有多问。 可抄着抄着,老马就发现这是替德才写的。 这不就是糊弄婆婆吗? 她怀疑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可当面也不好问,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春草。 可一来二去,婆婆就不给老马好脸色看。 到了晚上,月季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可大晚上哪有车送她去医院? 这时,春草想起了老马。 老马得知消息,迅速骑摩托车带着月季赶往医院。 幸好及时就医,月季得了急性狼尾炎,需要手术。 春草在外面等候是又紧张又担心,她不知不觉就紧紧地抓住了老马的手。 老马本想趁机询问德才的事,可春草却闭口不谈,它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现在老马不仅关心春草,还关心月季。 他对月季就像亲生女儿一般,而月季也非常喜欢老马,因为他很久都没有尝到父爱的滋味了。 老马的付出让春草记在心里,在不知不觉中,春草就爱上了这个好男人, 可为了婆婆,他只能把这份爱埋藏在心底。 为了表示感谢,春草给老马送去了一筐鸡蛋,老马也想给他送一件礼物。 于是,他买了一条红丝巾,找机会塞给了春草。 很快,家里收到了德才的信,婆婆一听顿时乐开了花。 可听到心里说,生男生女都一样时,婆婆的脸立马变得阴沉起来, 还要进城去问问儿子,咋想的? 春草只能说,德才最近太忙,等过一阵不忙了再说。 从这以后,春草天天带着老马送给他的红丝巾, 干活时还彼此呼送秋波。 老马一激动,胃疼又犯了。 春草连忙把他扶进屋里,然后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样老马深有感触,还是有女人好。 回到家,春草攥着红丝巾,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段爱情, 而婆婆也感觉到他们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在中间百般阻拦, 还催着春草进城找德才。 春草无奈,只能先答应, 然后让老马帮忙再写一封信。 老马就趁此机会和春草表明了心意, 可春草却没有给老马答复。 隔天,婆婆的姐姐病重,要离家几天, 这下,春草再也没有束缚。 他趁着夜色去找了老马, 两个人有说有笑,撤聊了一夜。 可刚要发生点什么, 春草却停下了动作, 他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 隔天就来了两个人找春草要账, 原来是德才欠了他们两万块钱材料费, 可春草现在哪有那么多钱, 他只能找老马想办法, 还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原来,德才在外面有了女人, 所以他一直不回来。 后来,德才遭遇车祸而亡, 而遗产都被那个女人给拿走了。 因为婆婆有心脏病, 所以这事一直瞒着他。 老马感觉, 德才的遗产应该有春草一份, 于是老马决定去城里找那个女人。 第二天,老马就出发了。 春草在家等候, 混不守舍, 他不担心要不来钱, 他只希望老马能平安归来。 春草去了老马家, 一直等到了天黑, 可老马还是没有回来, 困得春草都睡着了。 到了天亮, 老马才赶回来, 说那个女人已经答应 承担德才的一切债务, 这样春草再也不用担心催债人了。 回到家, 他洗了一个香香的澡, 然后再次去了老马家, 和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一番激情过后, 他们将迎来崭新的一天。 老马本想带着春草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可春草却感觉自己现在走不开, 就算女儿跟他走, 可婆婆又该怎么办呢? 但这里花期已过, 老马毕竟是个养蜂人, 所以他必须要离开这里, 去鲜花盛开的地方。 就这样, 老马最终还是走了, 这让春草瞬间慌了神, 看着老马留下的信, 上面满满的都是对他的爱。 这也是老马这辈子最幸福的爱情, 虽然短暂却刻骨铭心。 老马不想让春草不快乐, 所以选择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里。 他承诺会一直等着春草, 也许等来年梨花盛开的时候, 就是他们再次重逢的时候。 看到这里, 春草终于鼓起勇气, 去追赶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希望他能追上属于自己的幸福, 就像梨花一样, 纯情, 纯真的爱, 一辈子的守候, 永不分离。 也许等把它尽象中对你 wohl看, 小东草终于鼓起, 小东草终于鼓起,